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变成了打脚 出家人说法 法师说法 都是拿自己今年里月以来面对心境 慢慢去参究的道理 教授初学直下在这些道理上面不断的去理正发心 理正发心就是一定要明白教理 教理不明就表示于心不明 于心不明就是一般所说的不是此心 学佛无意 所以这都是最初行人应该要有的下手功夫 他也不再是不是起先有处理 后来慢慢没有处理 而是告诉大家 你从最初开始就要在如是道理上 如是阴身上 如是佛门中的文字上 先要懂得去熟悉 命令不断地去参究自己的根本决心 明白如是决心 这才是下手处 所以决心觉得有处理没处理 你要明白是绝食 你还会随着处理不处理 在这边妄想分别 所谓的处理心吗 你自然而然就会在过去 一般众生所以为的处理不处理的 如是心中妄想分别上 你看的是决心之中的根本超越 你那一点点最初的认识 那都是最初的处理心啊 这个才是你最初体会的 真正佛法讲的处理心啊 所以明白道理 明白心境不是就没有那些念头声音 就没有了过去的那些妄想遭作 念头的纷扰依旧在 可是纷扰之中 你却能够甘心看得决心之中的 本来超越本来的亲民 那个是要你不断的 在这些文字道理上不断的辨析 不断的老实纳受 你才能够慢慢在心中积累 将来的下手的功夫 所以最初的处理要明白 如是道理时 你就根本不落任何心形 心形就是有处理没处理 然后在这边妄想分别 是处理是不处理 何况还要依旧被决 还在那边分别 种种医生到底如何处理 所以不在处理上面 与不处理上面 你体会的那个念念之间超越的 根本处理心 究竟处理心 你最初阴地心中有这种发心 你将来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 心形处灭 心形处灭处 还依旧让它万法依旧朗然 所以念头举出 不管它是处理不处理 任何种种声音 你在具体上看 你还是随着那种声音说的处理不处理 你早就超越那种声音了 那叫言语道断 要因地性中最初下手 你要是不明白军性中的道理 你如何才体会到言语道断 因为你一定是用到种种对待 是处理不处理 你一定要用到众生习惯的那种意识 总是要找到一个能处理中 你才觉得真的有处理 所以那个不是师父要讲的东西都不是 出击如何如何 老参以后如何如何 我所要跟大家不断的沟通的是要告诉你 你就要习惯于当下最初下手时 你就要懂得如是明白这些道理啊 我们用了三十多年自己磨的 一直不断在自己心里面磨砺出来的这些音声 告诉大家是希望大家在最初学习时 就能够在这些音声之中 不必再走种种像我们这些三十年的冤枉路了 你明白这些声音 你真正能够纳受这些声音才是你才是我们开始下手处啊 所以真修行人你说听不懂 听不懂就是没有真正发心想学 真修行人真是一个行者发心 一个学人发心 你要真明白师父讲的是什么样的方向 那是你最初你想要一直听闻的最初的发心 有了这个发心 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 你当然自然而然就能够 就能够在我所讲的一切语言之中 你就能体会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道理 假如你最初师父要讲的方向 你都还听不清楚 当然 在听我讲的任何语言 你只会觉得饶舌 那是必然的 你能够 若是你真能够把我三十年来 不断饶舌的这些声音 能够在你心里面 敢于面对你自己的觉体 你将这些声音 你再饶上一遍 你真正饶得你心里明明白白 你就不辜负我 我所讲的 跟你来学的 这一点点 深属的发生意愿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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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